26分大胜奥格拉在四国赛上,中国南拉最终以三战拳手登顶夺冠,尽管在于奥格拉的比赛中,中国队在英实力上全方位碾压对手,并未给对手任何反复的机会。 并最终以26分的优势狂胜对手,是过去三战中赢得最为轻松的一战,不过,南拉赢球背后却留下一隐化,看着全队哐哐哐的罚球打铁声,难怪场边的姚明脸都绿了。 在过去三场比赛中,中国队的整体表示还算不错,在没有周琪和丁燕雨豪的情况下,中国队不仅三战全胜,而且,在G2战与乌克兰的比赛中,中国队在一度落后两位数分差的情况下艰难逆转,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队的任劲。 不过,胜利固然能够掩盖掉一些问题,但南兰的小伙子,就万万不能麻痹大意。 尽管在于奥格拉的比赛中,中国队占据全方位优势,可在基本功上,中国队却再次爆出自己的软肋。 此意,中国队虽然获得了多达29次罚球机会,但却只命中14球,命中率仅为48.2%,连五成的命中率都达不到。 全场比赛,中国队只有两人的罚球命中率超过六成,这其中方说五罚三中,命中率为60%,而贩子明则成为了球队中唯一一个罚球百分百先生,两罚全中。 而且,更为讽刺的是,中国队此一的两分球命中率和三分球命中率均非常不错,分别达到55.1%和42.8%,而作为球队的核心,王哲林在此一的罚,就命中率同样一板,全场比赛他获得12次罚球机会,仅命中六球,命中率仅勉强达到五成。 事实上,自从2014年龚鲁明接手南岚以来,他老人家就一直强调中国队的基本功薄弱,在过去五年里,无论是龚鲁明,杜峰一或者是里南,他们都在狠抓基本功,可一看的是,从与安格拉的比赛来看,南岚小伙子恐怕还需要多加把劲。 优优独播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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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放